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允许你作为行事 允许夫妻的一方 以及对方犯了行事重罪 需要坐牢一年以上为理由 提出离婚 什么样的行事重罪 这个不一定 但一般来说 我们常见的可能是 比如说家庭暴力 造成了夫妻一方的重大的身体的伤害 把对方打瘸了 或者就是一些刑事犯罪 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包括比如说欺诈 或者是走私 或者是贩毒 这类的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以刑事犯罪 对方需要坐牢一年以上 作为离婚的室友 提出离婚 好的 谢谢您收看 本期的陈律师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